啊,究竟啊呢?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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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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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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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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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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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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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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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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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很多人都会骂你 因为这个世间现在有网路 像我天天都在被骂 这小子怎么不早一点死 什么话都有 因为现在有网路 每一个宗教他可以表达他的思想 但是我觉得我都很尊重 至少他注意到我了 但是我不能起心动念 各位别人反对你的放声 反对你的修行方法 那是很正常的 我们希望借着他注意到我 骂骂我 然后我来回向给他 这样就好了 你不能起心动念 因为这个好好坏坏 都是如幻如画的 称赞你跟骂你 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对不对 那你起心动念了 那就离开佛性了 所以借由这个因缘 跟他结缘这样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起心动念 所以家里的人生病 你最爱的人生病 正常的 但是你要把 捏下来 不要担心